日前,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香港科研人员主导或参与的六个项目获奖,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于君主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及相关肝癌自然史发病机制诊断和防治研究获颁二等奖,这是他继2016年之后第二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近日,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他以爬山作语。 给自己立下不停的这种不同的目标。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是因肝脏内积聚过多脂肪导致的疾病,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为目前最常见的慢性肝病。 全球有15%至40%的人口受影响,且发病率仍在持续上升。 于君团队对这一领域进行了长达18年的系统研究,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生、发展进程的分子机制、治疗靶点、无创诊断、疾病阶段评估及疾病自然进展过程,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 因为这个癌症呢,最大的问题呢,它是没有症状。 它没有症状就很容易被忽略。 然后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注重于开发这个早诊的标记物,就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通过大肠癌通过检测粪便,胃癌通过抽血验你那个异常的这个甲基化的DNA,然后早期呢发现肠癌和胃癌,这是一种手段。 那肠癌方面呢,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尤其是找到这个脂肪肝相关性的炎症的这种标记物,也是我们重点的研究的一个方向。 谈到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于军教授指出,团队找到一套血浆诊断标记物,可用于区分单纯良性脂肪便和脂肪性肝炎,并希望将来转化到临床,帮助更多患者。 那这个工作呢,也是我们也是申请了专利,希望呢能够将来呢能够得到国家药监级的批准呢,然后能够用到这种临床,用到患者的身上,这样的话就免除患者呢做肝穿,来进行这种有没有炎症这种诊断,这样呢患者呢就可能有很多很多,这种患者呢就免受肝穿的痛苦了。 感谢观看